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趴在地上用方大镜仔细观察 他发现了一个小孩子的脚印 并且看上去没有穿鞋 他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泥土 缓缓地说道 哼 我已经知道罪犯是如何逃跑的了 那么 根据线索 你能推测出葫芦娃是如何逃跑的吗 答案 五秒后揭晓 他把一部分食物放在窗台上 吸引鸽子之类的动物 另外一个葫芦娃把陷具绑在动物的身上 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传递逃跑工具 第二案 看不见的特务 警察局正在举办十周年庆祝晚会 老司机侦探和鲤鱼探长都硬要参加 鳄鱼头领接到通知 便派遣了一个高级特务混入现场 但进入会场的每个人都要进行检查 牛警官发现了三个可疑人物 第一个是猪奶奶 她一身职业装 看起来像一个教授 第二个是狗蛋 她看起来英俊挺麻 第三个是虎大壮 她的肌肉很大 很有做特务的潜质 通过观察 你能发现谁是特务吗 答案像其揭晓 上期答案 老司机探长说 我妈想看到她的孙女 在金子上嬉戏玩耍